大家好 我是梁教練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動作 鬆鬆肩背 幫助大家改善寒背問題 和肩頸繃繭不適 大家在收看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便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為了避免運動受傷 我們會先做一做熱身的動作 將兩隻手的手臂伸直 上下開合擺動10次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動作的示範 這個簡單鬆肩的動作叫輪臂 是中環武術長拳之中常見的招式 這個輪臂的動作需要兩手手臂的旋轉配合 現在我們先學一學左手的動作 右手插腰 左手在身體前方 逆時針方向打一圈 再向左轉身 手臂順勢繼續打圈 我們試一下慢慢地做這個動作 練習五次 手臂擺臂的時候 記住盡量伸直 在垂直的平面上面擺臂 練習五次 練習多幾次 你就會發現可以順暢地做這個滑圈的動作 現在我們試一下轉右手做擺臂的動作 今次我們左手插腰 右手在身體前面逆時針大一圈 再向右轉身 再向右轉身 手臂順勢繼續打圈 同樣地 我們先以慢動作 練習五次 轉腰擺臂的時候 大家注意腰背要保持挺直 現在我們試一下用快一點的速度 做左右輪臂 我們先用左手做輪臂 換另一隻手 換另一隻手 輪臂的速度可以按個人的能力調節 當大家都熟悉了單手輪臂之後 就可以嘗試一下做雙手的輪臂 首先我們由左手輪臂開始 當左臂去到頭頂上方的時候 右手就開始輪臂的動作 輪臂的時候 保持兩手乘一直線 這個動作可以有效伸展 和鍛鍊到我們的手臂 肩、背和腰 好 建議大家可以每次做輪臂動作十次 現在就讓我表演一個快速的輪臂動作 當大家熟練了這個動作之後 都可以跟我一起試一下 做完這個運動 可以在左右手按摩放鬆一下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來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